10月5日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娇同志 接见黎清益黄文欢等同志 热烈欢迎来自反美武装斗争前线的越南党争代表团 并同他们进行了极其亲切的谈话 下午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的战友林娇同志 接见由战斗英雄黄文旦率领的越南南党民族解放阶线代表团全体成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文旦团长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阶线的一面锦旗 献给毛主席 锦旗上用越中两国文字绣的越南南方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战斗团结 是牢不可破的 10月7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 十分高兴地会见来自反地反修前线的阿尔巴尼亚同志 北街店里有阿尔巴尼亚蒂拉纳一手拿稿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 阿尔巴尼亚新门代表团 阿尔巴尼亚消费合作社代表团 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代表团 阿尔巴尼亚印刷专家 阿尔巴尼亚同志们激动地挥动革命宝书毛主席语录 一遍又一遍高呼 毛泽东毛泽东 马克斯列宁一万岁 有意就是保证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岁 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我们之间的革命战斗友谊 经历过疾风暴雨的考验 我们的伟大革命战斗友谊 永远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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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彭聚者 接见来自反美武官竖争前线的越南彭聚 被接见的友 越南民主共和国大学中专部代表团 越南通讯社代表团 越南西门工作者代表团 越南民主共和国达集团 和越南清工业品公司代表 我们亲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工具 接见由阿道夫弗兰克率领的 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从美日反动派和日共修正五义分子 从统家破下冲杀出来的 日本齿轮造剧团的革命文艺战士 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无限敬仰的感情来到中国 他们日日夜夜想念毛主席 时时刻刻看望亲眼见到毛主席 10月23日 日本革命文艺战士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 在接见大庭颂声歌唱 表达了日本革命文艺战士 对世界革命人民心中 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毛主席无限热爱的深情 最最辛苦的时刻终于看到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神采议 和林彪护主席十分高兴的 会变日本革命文艺战士 对世界革命文艺战士 对世界革命文艺战士 日本革命文艺战士 日本革命文艺战士 无比激动 无比幸福 千言万语 宁成一句话 祝毛主席万寿无家 外寿无家 外寿无家 接电结束 他们仍然恋恋不舍地留在接电大厅里 不断高呼 毛主席犯罪 毛主席犯罪 多少人热泪云眶 多少人打开毛主席雨路 在飞夜上计假10月23日 这个最难忘最欢乐最幸福的日子 多少人欢腾跳跃 多少人的激情长久长久不能平静 从毛主席破了手的56岁的团长 腾穿下族 让大家共享这最大的幸福 毛主席啊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灵魂 我们永远高举您的伟大革命红旗 英勇战斗 一个属于日本革命人民的新日本 必将在斗争中战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